謝謝大家 今天開工的第一天就 來進行協商 因為我們事實上 本來是希望在這一次臨時會的時候 針對有關於 豬瘟防疫的事情 然後能夠排入入出國移民法 第18條修正條文的草案 那在院會裡面 我們提案因為這件事情很重要 禁服二讀 然後直接由時代力量黨團來召集協商 這件事情在院會裡面也通過了 那只不過說 我們沒有辦法有足夠的人數 那要求在臨時會裡面排入提案 今天早上我們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黨團的總召徐永明 他也正式提出這樣的訴求 那但是其他的政黨似乎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那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該做的事情就盡量做 因為主要是針對於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 在過去的這段時間當中 怎麼樣防治中國的豬瘟 那確保台灣整個防疫體系的健全 還有我們的整個公共衛生體系很重要 所以之前我們有召開記者會 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當時各個不同的主管機關 對這件事情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那既然在法律上面的解讀 如果存在有疑義的話 那我們就正式提案修法 修法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把18條的第六款 攜帶微禁物 然後再增加禁止輸入的檢疫物 因為微禁物到底包不包化禁止輸入的檢疫物 上次我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內政部跟農委會 似乎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大概看了一下說 之前我有請法務部的行政執行署 有提供一些資料 我們過去針對外國人積欠我國 國家公法上的金錢債權 公法上的金錢債權 包括的範圍 就不限於罰還了啦 租稅 那其他的歸費 其實都包括在裡面 那我看了一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給我的資料 其實執行的狀況 比例來講其實 並不好 它平均起來也只有二十幾趴 那如果是以去年的法環來講的話 那個比例啊 真的是低得驚人 那導致我國 很多基層的公務統人 行政執行的統人 大家忙了半天 然後做文書的送達 然後要去執行 那最後執行沒有效果 那因此我們希望在 入出國籍移民法第十八條 的規定裡面 明定 這個時候讓入出國籍移民署 可以禁止它入國 那不管是攜帶禁止輸入的簡易物 那或者是 就你之前沒有辦法 繳清依照我國法令 應該繳納的稅圈、法環、法經 及其他工法上的金錢給付 都把它包掛在裡面 那在臨時會 雖然沒有辦法把它排進議程 但是我們該進行的協商 就要進行協商 因為這個是目前 對於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其他黨團他們所堅持的解釋方式 那這件事情 產生的爭議其實之前也都發生過了 那但是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障礙 所以我們要開協商就 還是開協商 但是現在好像 確認一下那個 民進黨、國民黨跟 親民黨的黨團會來嗎 如果不會來的話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今天協商就沒有結論 就送院位處理就好了 不要浪費大家的勞力時間費用在這邊等 那個我們黨團的助理有聯絡嗎 他們會來嗎 那個其他黨團的助理 你們委員會來嗎 都不會來 民進黨不會來 國民黨不會來 那親民黨呢 就周城委員會來簽導 他已經簽導 但是他不會參與協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今天的協商就因為 黨團沒有來參與 那沒有辦法有任何的共識 那不過我們今天就 践行了這個黨團協商 應該要進行的程序 那我們就協商不 協商沒有辦法成立 那我們就把這個案子 等到正式開會的時候 送交院會處理 我不曉得那個徐永明委員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嘛 沒有的話 今天我先跟那個 各位行政部門的同仁說聲抱歉 不是我不願意協商 情況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也是 現在立法院裡面 他們要践行的程序 要践行的程序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今天協商就沒有結論 送交院會處理 這樣可以 OK好 那就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讓你們跑一趟